今天收到的这个全网都当货的这个妆前神器 它挤出来是这种特别特别水的这种质地 就很多化妆师说就是用它在妆前使用会特别特别好 所以今天来试试看 记忆点在这个上面 他们说这个最好用的方法就是先在脸上铺开 然后在还没有完全吸收的情况下就上粉底 今天粉底应用的Silence的这一个 我先给它挤好放在旁边备用 然后沾这个粉底也稍微和这个面膜再调和一些 然后快速的给它刷上 然后一个打湿的还没拿 感觉就是很水润的这种感觉 但是我感觉它会就是带走一些些粉底 它原本的遮瑕力 好像是会让底妆变得看就更服贴一些 它会让这个粉底紧紧地贴住这个皮肤和这个面膜一起 不错 而且会让底妆变得很薄很薄 好用 这个真的好用 就是它真的断货断得很厉害 我真的找了好久好久的代购 真的是很烦被代购炒的 就是价格很高 然后我是加了钱从别人那里收回来的 然后做一个遮瑕也是NAS的 诶 这么巧也是NAS的 不是NAS的推刮 今天就不是NAS的推刮 遮一下我的黑眼圈 今天我们要画的就是那种笑话一样的妆 就是那种网络上的小姐姐 所以说黑眼圈是不可以有的 最近顶额三大家看了吗 就这个剧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最后是全员双胞胎是吗 我昨天看到那条就是热搜的时候 我都要崩溃了 罗根根也带那个双胞胎 还是个wrapper 哎呦这满身的纹身真的哦 我看到的当时真的笑了 我真的笑了 满头论号 就照他这个样子演下去啊 我感觉可能要烂尾的那种感觉 你们有吗 就是隐隐约约就开始有种那种感觉 他要烂尾了 有的请打在弹幕上告诉我 然后散粉用的是蓝蔻的这个精纯蜜粉 它变化妆是会有一点点那种微微的光泽感 对的 就很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 要求就是脸上要有光光亮亮透透的那种感觉 我话说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在用原相机直接在录装觉 真的 其实心里挺忐忑的 因为 纯粹的真的是纯原相机 然后眼影用到的是 popmart和菊朵联名的这个飞鱼盘 这盘子太可爱了 这盘的颜色是不是很实用 启入的 还有这个很可爱的这个小唇泥 超级可爱 超级可爱 我可爱无敌要这个 这个是等一下会用到的就不要急啊 我们先把眼妆给画了 然后先一把这样子松软的这种刷子蘸这个米色 因为我的眼睛是有一点这种色素沉淀的嘛 所以先用这个颜色来把整个眼睛底给它做干净 就是让你这个眼皮的颜色啊 统一一些看去干净一些 它这个颜色就刚刚好 不会是说像白色那种太白 会让你看去眼皮种种的 现在简报和卧槽的地方 都是可以给它买一点 偏橘调的这样子的一个粉色 这个是我们今天整个眼影的主色点 所以面积也可以稍微大一些 我觉得这盘飞一盘它整体的这个感觉就是 饱和度不高 非常的适合新手 因为它下手你看它是不容易种的 就是会让你淡淡的颜色 让你可以慢慢的上慢慢的上 然后这个颜色可以往卧槽的下面这里大一点 有这种粉粉的这种颜色 会让你有一种可怜楚楚的感觉 有这个虫子 你看画好之口跟不画的这个眼睛 这个是不是个家的楚楚可人 我觉得现在流行就是用手机拍啊 有一点很好的就是 我真的不用担心对焦了 现在大家就好像很喜欢 就是看原相机拍出来的就是这种画质 就反而不追求就是那种很精妙的那种高清相机 但是高清相机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很容易走焦你知道吗 因为镜头它是会很智能的 会捕捉你在动的这种东西 就像你这个刷子 往后这样就动一下 像索尼对焦很快 但是它也很容易对 就是对到刷子上面去 然后佳能就更加不要说了 用手机之后就 它整个画面全部都是清晰的 我在这 我在哪儿画 它都是清晰的 然后画一把小的就这种 像眼线刷一样的这种细小的这种细节刷 然后沾这个深的这个藕色 眼线这里稍微加深一点点 就沿着自己睫毛的形状来够 那会让你眼睛看上去更有神性 然后用里面这个粉 带一点粉调的这个亮晶晶 叠一点点在我们的眼皮上面 下面可以沾一点点这个颜色 稍微得有一点点它 闪闪的这个颜色 眼影的部分现在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今天用的是这个托里莫里的这个眼线膏 它有自带一个这个小刷子 我就觉得还蛮方便的 因为它的这把自带的这个小刷子 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使用它的这个频率 我们就贴着你的睫毛根部给自己 画一个内眼线 我们这个眼尾就拉出了一点点 然后外眼线的话我们是用这个 这是一个水眉笔 我跟你说最近真的是太绝了 因为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就是真的 很淡很淡很自然 就是是比那种棕色的眼线 眼比还要清淡很清透的这种颜色 因为它在画外眼线真的就是若眼似无 你可以顺便用它来填补一下就是你睫毛 根部一些你什么眼线膏 可能顾及不了的地方 包括眼尾这里因为它在拉 就会出现这种很自然的这种心跳 所以它的颜色是这种很透的 不会很实 我贴睫毛之前先来画一下眉毛 最好眉笔用的是直穿袖的这个 你看我的这个被我家猫当成磨牙棒 已经咬的快没有了 它吃了我这么多眉笔 我就担心它会不会堵死 就是它整体画出来是一种雾雾的 但是你要想要画这种锋利的眉坨吧 它也可以画 然后这点我是故意不刮的 现在不是就是很流行 就这种故意不刮的这种野生眉 然后大家想要自己的脸看 就稍微年轻化一点呢 就不要把这点眉毛画得太近 像我是本身就是眼眉间距很大的 我这里就正好不需要遮了 然后呢之前粉底也刷 上面残留的一些浴粉 我们来调整一下边界 让眉毛稍微干净 干净一些 修人的话也是举手他们家一起入的这个 哎呦太可爱了 其实我一起入的 还有他们家的这几个小勋章什么的 都很可爱 这也是很实用的一盘 就是你看灰色 咖色和棕棕色以及高光 都很实用 这两个颜色混一下 我们先从鼻梁当中这里开始画 这一笔落下来 先定一下我们鼻梁的这个位置 然后慢慢的向上过度 带到的是眼窝的这个地方 这把刷子是鱼席的 它这个鼻影刷明明说超好用 让它自己成一个这种歪字型的 这样子的那个形状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 不要再占里面的这个颜色了 然后就用上面余下的这个粉 带到笔头 好 接下来我们来开始贴睫毛 睫毛用的是月儿公主的这个 就是余尾款 这个是我觉得贴下来非常非常自然的 然后我们用胶水呢 除了它的这个梗的这个上面 然后等它差不多半干的时候 把它拿下来 然后就把它贴在你这个睫毛的下面就可以 我感觉拍贴睫毛真的是最难的 就这样子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 你看到吗 它是很自然的这种 然后用一个睫毛膏 用的是克里尤的这个 把刚刚贴的假睫毛和你的真睫毛 连在一起刷一下 这个睫毛膏就之前往后可以推进的超好的 像我呢就是下睫毛 特别特别爽的人 像现在睫毛这里比较突突的地方 我们还是用刚刚这个水眉笔给它 画两笔 无中生有一下 淡淡的画两笔 就是你会感觉好像是有点小龙毛的这种感觉 然后腮红用的是这个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那天看到觉得好看就买了 然后扫在眼睛下面的这里 一直往后面戴 会让你有种那种娇羞的那种感觉 整个人就是要呈现一种粉嘟嘟的那种感觉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试我们这个可爱的小唇泥了 今天用到的是P01跟P03这两个颜色来叠涂 这个唇泥呢它就是这种完全哑光的这种质叠 然后涂开就是这种雾雾的 先用这个P01给自己唇色做一个打底 这个颜色就可以涂得稍微的多一下 因为它虽然是哑光啊 但是它不干 然后用一把韵转的时候把它周围这里韵开 然后嘴唇的内侧用这个P03这个颜色 很显气色的这样子的一个 像玫瑰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在层内直接加上 好好看 它的嘴巴上就是那种感觉 会和你的皮肤融合在一起 就是那种雾雾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 不光是我嘴上的这几只好看 这整个系列的七只 哪一只都很好看 真的是 而且现在是买它这个唇泥嘛 就会送一个上面这个Pocket的这个奶泥帽 这是以匆忙盒的形式送的 买唇泥还可以充忙盒 是不是听着就很刺激 那我们来弄一下头发 这种频道尽呢 是不是 像这脸吗 是